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将木冠放在圈里 你说他会不会爬出去 这就是以太起点 看起来也挺普通的 用不着遮遮掩掩 我知道 命运的馈赠早已标好了价格 说吧 你想要我去做什么 每天是七点三十分开始营业 打烊时间不定 主要提供各式减餐及多种调制鸡尾酒 如果 我们也能一起开一间店就好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饭呢 我一直很想尝尝 你说过的黑松露巧克力烤牛排 我的话 可以帮忙招待客人 姐姐也会经常来店里帮忙 周末打烊的时候 把朋友们都叫过来 一起做很大很大的棉花糖 店里那两个人的关系 看起来真好呀 我都有点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了 您好 现在可以点餐吗 姐姐 来陪我过生日吧 有什么关系吗 只要我愿意 每天都可以过生日呀 我要把那些没有和姐姐好好庆祝的生日全都补回来 一起吹蜡烛吧 然后许下愿望 我希望消失吧 德丽莎 有时候我总是在想 当初如果有机会上学的话 我会很开心吧 在课本上图图画画 上课时和朋友们悄悄透吃零食被老师发现 放学后一起出去玩 分别时约好了明天再见 对了 如果你发现学生在背后偷偷说你坏话 你会怎么做 你真是个温柔的老师 上学吗 谢谢你 像我这样的人 早已经没有机会体验了呀 好冷 下雨天湿漉漉的最讨厌了 但是 为什么你的手总是那么温暖呢 我们的约定 你还记得吧 那时候我说 不管要多久 我都会一直等下去 可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我 不想再遇见你 这种鬼地方可真够破的 怎么连个天花板都没有 你不冷吗 如果下雨的话 你会被淋湿吧 哎呀 我总会忘记你在睡觉 根本不能回答我呢 好无聊呀 姐姐又去工作了 我本来也想去陪着她 但她说什么都不愿意 但我还是悄悄跟了过去 然后你猜 我发现了什么 对了 姐姐一直都在骗我 我完全想不明白 明明说好了要帮我到最后 但是没关系 我一点都不生气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也能做得到 反正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一直都在教我 我一直都在教学 我一直都在说 你从未来的 那一段时间 你能从未来的 我一直在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